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议题是 零碳驱动下的全球因应策略 净零碳排永续发展的研讨会 论坛或企业的内讯 媒体报道等大家都在谈 为何我们要减碳要低碳 最后要迈向净零呢 更精准的说是碳中和 为了减缓地球暖化 温室气体效应造成的气候变迁 冲击到全球生态系统的问题 联合国共识在本世纪末 将全球深温控制在摄氏1.5度以内 这是全球各国的一项重大课题 各界都在努力寻求解方 今天的大纲共有四个部分 分别是风起云涌 共通语言 全球治理 运筹盛机 首先回顾过去22年 从千起年至今 全球的重大事件与环境议题的演化 共通语言 联合国设定本世纪中叶 2050年 全球要达成零碳牌的大目标 为了这个大目标 2030年联合国要求的永续发展目标的核心思维是什么 变成各国间与企业间的共通性话题 全球治理 我们以各国目前是否有立法或政策文件来检视 五大洲竞领目标的进展 选取各州的前三名了解有哪些亮点 进一步知道各国的中长期策略 运筹盛机 台湾属外销行经济 与国际的脉动关系强烈 我们在永续发展的政策下 进而掌握社会经济环境所带来的契机 这张简报是2000年到2005年间 全球重大事件与环境议题的发展 上半部是国际大事 下半部是在同一年度台湾的大事 上个世纪末全球应对Y2K问题 网络号目破裂 深发约5亿美元的市值 这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千禧年宣言 订定了MG MDGS千禧年发展目标 自2005年起 联合国每年定期公布千禧年发展目标的执行进度 作为2015年提出全球世界最重要的计划的规划 与执行的参考 这段期间全球经历了美国就有一一事件 第二次阿富汗战争 伊拉克战争 SARS疫情 南亚大海啸 因战争 疫病 自然灾害等 让人类处于恐惧 艰难 困苦和大规模的毁灭中 2005年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 全球192个国家共同承诺 温室气体减量目标 台湾也是世界公民 2000年公布了21世纪中华民国永续发展策略纲理 开始倡议飞和家园 共同经历风灾和SARS的恐惧与伤痛 2002年地球高峰会召开 是历来规模最大的世界永续发展高峰会 同年台湾反焚化炉新建的抗争事件 遍及全台 按起人民公布的画面 提倡零废气的理念 使预计兴建36型大型焚化厂的政策 因各地抗争及垃圾量不足 只兴建26座 实际运转24座 这是台湾在永续发展上的第一个扣门砖 这年12月即公布环境基本法 并至公布日实施 从2008年到2015 许多政治经济灾难的事件 也推动联合国更积极的定出 2030永续发展目标 2009年台湾公布的再生能源发展条例 正式制定了我国能源自主 和减碳的法源依据 这年COP15通过了哥本哈根协议 进一步要求各国提交量化的 温室气体减量目标与行动方案 我国一于隔年就提出 2015年 我国公布了温室气体减量与管理法 并定立了依法行政的减碳目标 并具法律约束力的减碳路径 进行实质的管制 并鼓励企业投入低碳能源技术的研发 联合国在这年正式以2030永续发展目标 SDGS接替到期的MDGS迁徙年发展目标 作为耳后15年2016到2030 全球永续发展的主轴 与MDGS的差异在于SDGS强化了气候的问题 追求和平公正与包容 SDGS的17项目标可被视为 世界的新的社会契约 实际走到2016年至今 世界还是不断的变动 例如COVID-19流行至今 全球已经有630万人上升 2016年巴黎协定正式生效 台湾也启动了能源转型 修正能源发展纲领 从确保国家能源安全 兼顾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 在满足社会正义与跨世代公平的原则下 朝向非和家园的目标迈进 2018年 联合国发表了想象2050研究计划 隔年再以数位革命与永续发展 机会与挑战为题目 探讨如何借由数位工具加速落实 六大关键转型 配合全球目标 2018年我国也发布了自己的 台湾永续发展目标 SPGS-18 2019年并修正电业法来推动 绿电自由化及电网公共化 直到2020年开始 全民防疫大作战 以及攸关重大民生及环保的公民投票 以我们全体国人的自由意识与行动 来决定台湾的未来 共通语言 21世纪本世纪中叶 2050近临任务的重要决策 2015年底 借其的精度议定书 由巴黎协定接替 协定全球升温要控制在工业化前 摄氏1.5度以内 此协定改变了以往小规模议定书的模式 将气候承诺扩展至全球 对世界各国因应气候变迁的进展 至关重要 2018年联合国气候大会更呼吁 全球应采取更为急迫的气候行动 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30年减少45% 2050年达到净零 去年的COP26 格拉斯气候协议 着重于2050净零碳排与能源转型 各国达到共识 认定煤炭是产生温室气体的主要化石燃料 以开发国家承诺向开发中国家提供更多资金 助其能源转型 而企业应提出对气候变迁的计划 极简探策略 规划企业永续发展蓝图 并将以气候的冲击减到最低 因此全球的大目标是在2050前 必须完成净零排放的过渡 在2050前的过渡期 联合国在2015年通过的2030永续发展目标 SDGs共有17项目标 各项目标下有指向目标 共计169项 今天主要的阐述的是他的宗旨 他的宗旨是将世界带入几个改变生活的灵 例如灵贫穷 灵饥饿 灵疾病 灵污染 灵歧视等 一系列社会需求的战略 需要齐头士的并进 各别领域的行动会影响其他领域的成果 所以必须在社会进步 经济成长与环境保护的永续性下 平衡发展 要实现这些目标 需要每个人 全社会的创造力 专业的知识 技术和财政资源 因此人才是永续发展的核心 就这一点 各国必须承诺 共同营造一个公平 公正且包容的社会 并自律合作 因此每个国家对自己的社经发展 要承担主要的责任 这一页是参考联合国的指导文件 我们可以从这六个变革点切入 来实现永续发展 进而造福所有的人 报告指出 为了发挥整个目标之间的协同真效作用 主动防范2030年后会出现的挑战 需要进行新的科学和技术研究 这是整个联合国系统的创新之举 提出增强科学技术 对2030达标贡献的新方法 帮助改善科学与政策的对接 例如 以永续和公正的经济体来说 经济活动本身不应视为目的 而应视为可持续提高人类能力的手段 将经济活动的利益与各级成本脱钩 不仅至关重要 而且可以支持其他五个变革点 进行系统性的转型 政府或师部门都应该鼓励与投资 到较符合永续性的路径 并从永续性较差的路径上撤资 其他如粮食系统 能源的去碳化及普及 城乡均衡发展使公民参与决策 确保全球环境生态系的健全 都需要公私协力 以人为本 制定永续性政策 进行投资与建设 并以四个层次或面向 治理 经济和金融 个体和群体的行动 科学技术 来协调每个切入点 这四个层次在实现变革上 可发挥多重而又互补的作用 每个层级都可以单独为系统变革做贡献 但需因地制宜 组合使用 2030要达到的17个SDGs中 排序期是可负担的捷径能源 它向下有五个指目标 除了指目标7.1 确保普遍获得能源 7.2 提高全球再生能源的占比 7.4 提高捷径能源的技术和投资 我们更需留意到7.3 全球能源效率的改善度 要提高一倍 根据国际能源总署IEA的报告指出 自2030年减碳的贡献 主要是来自目前已有的技术 但自2050年 有将近一半的减量 是来自目前仍仅是在示范 或原型阶段的技术 指目标7.5 亦需关注 为发展中国家扩大和升级能源服务 前面已提及 2021格拉斯气候协议 以开发国家承诺向发展中国家 提供更多资金 助其能源转型 尤其是对不发达国家 小岛国家和内陆发展中的国家 将扩大基础建设和技术升级 这就是商机所在 近年来 国际间新兴的对话机制 共通的语言就是 2050全球近零 2030永续发展目标 这也是地球公民的任务 截至今年4月 从国际统计资料盖观 2050全球近零目标的覆盖力 从全球的碳排 全球的GDP 全球的人口 都已经达到85%以上的覆盖率 覆盖率简单的说法 就是大家都举所承诺 我会达到这个目标 右边统计数据是 近零数 与它的占比 近零碳排 一定有法律或政策的国家 有47国 其中有14个国家 已有立法 包含欧盟 33个国家 已有政策文件 包含台湾 全球治理的部分 我们选取12个国家 为大家做重点式的报告 各桌重点国家的一个选取原则 以近零碳排 有立法 或有既定的政策国家为优先 并参采该国 在全球GDP 及碳排量的一个排名 从历史或科学的角度上看 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与GDP之间 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 故战券 战券可以将这两个指标 视为该国 加面对近零挑战度的高低 排序越前 挑战度越高 这也是欧洲各国的赛况 深绿色 表的是已定有法律的国家 浅绿色是有政策文件的国家 淡橘色是有声明或承诺 深橘色则是尚在提议讨论中 灰色是没有目标 右边的两个栏位 分别是该国二氧化碳 排放在全球的一个排名 以及GDP在全球的排名 所以选取的前三名依序是德国 英国和法国 且德国的目标是2045年就要达到 近零目标 针对德英法这三国对近零的中长期策略 我们用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顿数 与研发总支出占GDP的百分比来探讨 研发总经费占GDP的比重越高 代表自身研发创新的一个能量越高 产业的竞争力也就越强 德国的这两组数据 对比英国和法国 它的人均碳排量每年有7吨是最高的 减碳挑战度高 但它投入的研发资源的占比也是最高 可以初步平息为高度投入研发创新的资源 使德国有自信 可以在2045就达到近零目标的支撑来源 而亮点政策上除了有相关的法源依据外 2038年燃煤电厂将全部除以 也制定了国家轻能战略 指定73.4亿美元的公共投资 用于绿色轻能的发展 绿色轻能的生产将免增绿能税 并且促进在飞机发动机中 直接可以使用轻能 英国和法国同样制定有轻能发展策略 英国的北海过渡协议 投入的资金高达198亿美元 在于北海天然气 油井退役转型的过程中 需要公平正义地照顾与协助 所有从事相关行业的人民 同步进行技术转型 法国的亮点政策中 则定有数位与环境的路线图 将数位和生态转型的目标结合 与数位业者合作 促进对环境影响良好的行为准则 能够法制化 接续来到亚洲 这是亚洲各国的赛况 同样的评比标准 深绿色浅绿色分别是 并有法律或有政策文件的国家 右边两栏同样是该国 碳排量和GDP在全球的排名 所以选取的前三名依序是 日本、韩国、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是全球碳排量最大国 GDP全球第二 碳排的一个峰值 仍在攀升的阶段 所以它设定2060年才能达到净零 同样的评比原则 但因中国大陆设定的2030年碳排 才能够达峰 故暂且不列入人均碳排的数量 做参考 日本的排名虽然是第一 但韩国的人均碳排量及研发总支出的比重 不仅超过日本 它的研发总支出的比重是12个国家 入选的国家中最高的 显示韩国的挑战度高 但它的产业竞争力的企图型也很强 这三个国家同样都有轻能的战略规划 韩国要培育轻工业 日本要建立国际轻供应链及轻能社会 而中国大陆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自轻国 再生能源的装置量也位居第一 中国大陆2050年要实现 新能源车的一个市售比有20% 新能汽车会有5万辆 韩国的新政亮点 数位新政将投资455亿美元 利用数位化提供机会 同步支持能源转型 并与西班牙扩大了绿色数位合作伙伴关系 将在仁川分别投资 离岸风电1亿美元和太阳能风电1亿美元 这是美洲的赛矿 同样的评比标准 选取的前三名依序是加拿大 美国和智利 美国的GDP是全球排名第一 碳排量全球第二 但为何选取智利而不是巴西 因为选取的原则是 以禁令碳排已经入法或有既定政策的国家为优先 加拿大和美国位属北美地区 人均碳排量只有微幅的差距 分别只有13.8吨和13吨 美国的研发总支出占比则是加拿大的两倍 位于南美洲的智利 人均碳排量不到前两国的三分之一 研发总支出则有大幅的差异 不及加拿大的五分之一和美国的十分之一 美国和加拿大同样都有轻能战略 美国至少开发四个区域轻能中心 加拿大与荷兰建立合作伙伴 要使加拿大成为全球轻能的供应商 上个月美国能源部刚宣布 从拜登总统的两党基建法案 拨款31.6亿美元来加强扩充 美国储能电池的供应链 加拿大的特色则是以人为本 为气候行动的核心 制定公正的能源转型过渡原则 他的联邦探价每年每顿成长11.7美元 2030年将达到每顿132美元 智利则仰赖森林作为探会 来实现净零目标 探会的贡献将高达50%的减排量 他的特色是全民参与决策 多达5000人参与起草 来制定国家的长期气候战略 大洋洲的各国的赛矿 前三名依序是纽西兰 澳洲斐济 这三个国家 比澳洲的人均碳排量最高 研发总支出占比也最高 澳洲和纽西兰两国与前面几强一样 都有轻能战略 澳洲和德国日本合作部署 国际轻能供应链 纽西兰则要建造全国家轻战 它的网络的一个覆盖率 会到达80%以上 澳洲则有公布 技术的一个投资路线图 每年将发布低排放技术的一个声明 明确且优先部署投资 开发新的一个低排放的技术 新的建筑规范 则要求所有的建筑物的屋顶 窗户 墙壁和地板都要符合绝缘标准 来降低能源的损耗 纽西兰则加强了多元的伙伴关系 帮助毛利人家庭获得长期的利益外 应有庞大的天然水利储存容量 正在考虑选择100%的再生能源发电 斐济虽然是小岛屿国家 但它的政策文件非常的明确 并有优先行动清单 政府各部门有分裂短中长期的各项措施 成本和时间表 2030年再生能源发电量将达到100% 它是世界上第一个解决蓝碳产业的低排放发展策略 重点关注于斐济的红树林生态系统 最后是非洲的赛矿 很明显的没有国家有深绿色或浅绿色的政策文件 所以非洲没有国家入选 名次重缺 汉台有价 各国对于探价的订定 也牵动到跨国企业的全球布局 这张是全球已实施碳定价或计划中的国家 分布概括读 共有65个地区或国家已实施或计划中 这项碳排定价的工具 对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覆盖率 过去一年来 已从15%增加到21.4% 全球市值最大的500家公司中 有近一半的公司报告 要使用或者是打算使用内部碳接亚 欧盟推出的全球第一个碳关税计划 碳边境C-BAN将在明年逝行 2026正式启动 根据我们经济部国贸局的评估 对台湾厂商的影响 应付的税额将达到10亿多亿的美元 而我国气候变迁因应法草案 已经送立法院审议 法条中定有实施碳排碳盘查及查验 征收碳费及相关的配套措施 最后的提章 运策胜及台湾永续交响乐 平碳驱动下的全球应应策略 在前面我们已经看出各国 最具代表性的净零战略亮点 与资源的投入 一个是捷径的轻能战略 一个是碳定价策略 在这两大战略的推动下 预期全球的资本支出将重新分配 麦肯锡的报告也指出 低排放资产的一个年度资本支出 这10年将会成长33% 包括脱碳的设备 电动车及充电的设施 低碳建筑再生能源 新轻能市场 以及支持这些机会的新商品和服务 比如智慧制造等 化育科技的导入与加成的应用 也就是科技创新的动能 藉由科技创新 捷径能源 绿色经济 这三大动能 来驱动全球生态系的良性循环 与永续发展 我国政府也定有2050净零政策 从能源产业 生活社会 的四大转型策略 将两大基础的一个环境建制 科技的研发和气候的法治 并将于全球 并将对台湾提出12项的一个关键 战略计划 在未来 2050年台湾对进口能源的依存度 可以下降到50%以下 世界对静零碳排 永续发展 会陆续衍生出一些罚则 或者是限制 台湾 已在这绿色永续的轨道中 行驶 行驶的速度是快 是慢 是否安全平稳 出口的另外一端又是怎样的景观 现在乌二战争 正在持续进行中 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前面的网院长 后告已有启示 台湾也公布了2050净零的排放路径 以及行政院通过了气候变迁因应法案 草案 让我们以现在为起点 2022年0.22 本世纪的终点唯一 窥视未来 2030年0.3 全球达成永续发展目标 台湾达成15%的绿电制造 2040 0.4 台湾有100%的电动汽机车 2050 0.5 台湾再生能源发电占比有60%以上 100%的智慧电网部件 100%的净零碳的新建筑 全球在2050也达成了净零的大目标 在这过程中 数位化不仅是解决可持续性挑战的工具 还是颠覆性多尺度变革的根本驱动力 简报底层的绿红蓝三条S曲线 以时间与科技能力顺序 分别代表数位时代的三种可能动态 这三种在各国会同时出现 但在各国间的强度会不同 所以没有严格的时间顺序 因此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异度 我们需要借重导入数位化的能量 来驱动全球社会和经济转型 是百分百的永续性 从前往前再往前推更远的未来 想象再抵达本世纪终点 2100年1的满足点 人类达到全面实现智慧人 也达成终极目标 全球温控不能超过摄氏1.5度 理想的台湾将谱出何种情境的永续交响乐 台湾的永续交响乐需要导入数位的力量 机会之窗无所不在 遍布到社会群体的教育 科技的创新 商业模式的再造 地方文化的创生 数位治理 循环生态等等 从2022年 从2022年到2050年到2100年 现在到未来的挑战之路 需要我们群策群力 这也是21世纪思想的运动 转型前要先转念 以曾永续的思维进行跨世代的传承 思想革新了 行动力就出来了 以人为永续的核心 就像交响曲 需要多元利害关系人 共同协作与实现 认清与承担各角色的任务 共同补出台湾的永续乐章 这是我的报告 最后谢谢大家的聆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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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